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隨便煮一》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港式紅豆糕 材料非常簡單 紅豆大概是100克 我事先已經是浸過夜的 如果你忘記浸紅豆,又想煮紅豆糕的話 唯有把它煮久一點 如果你浸過夜的話,就可以縮短煮的時間 少許果皮 這個是燉麵粉 其實應該是讀情字的 不知為何讀下的人會讀成燉麵 1.5片糖 和鷹粟粉 如果大家想記下份量的話 現在就可以記下畫面了 就可以完成了 現在先把紅豆切成水 然後先把紅豆糖水煮熟 其實這次我們只需要500毫升的紅豆糖水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煮500毫升 因為要多一些 因為水會蒸發 會變少了 所以煮多一點 這時候可以放果皮 糖的份量可以因應個人口味加減 例如你喜歡吃甜點就加多一點 這次我會用1.5片糖 滾起後 蓋上蓋子 轉小火 煮半小時 半小時後 看它感覺軟 不夠軟 我們再煮它 千萬不要一次過 煮到過了火 太軟了 散掉了 就做不到紅豆糕了 趁紅豆糖水煮的時候 我們就清淨粉 稍後操作起來會比較方便 凍麵會給30克 多0.9沒有所謂 沒什麼影響 鷹宿份35克 紅豆已經煮了半小時 我們主要試兩樣東西 第一樣要試 試一下紅豆能否夠軟 這個狀態還未夠軟 我們要煮到一鍋就爛了 這樣才是夠軟的 另一樣要試 試一下糖水的甜度夠不夠 這個狀態還未夠軟 這個狀態還未夠軟 這樣才是夠軟 這樣才是夠軟 另一樣要試 試一下糖水的甜度夠不夠 試一下糖水的甜度夠不夠 但紅豆還未夠軟 所以我們再煮15分鐘 然後再測試一下它的軟硬度 我們現在看看紅豆的情況如何 我們先把紅豆和糖水分開 果皮就不要了 這次我們煮一底的紅豆糕 只需要500毫升的紅豆糖水 好 我們把三分一的紅豆糖水 加入很多的糖水分開 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次我用石子兜去製作紅豆糕 這次我用石子兜去製作紅豆糕 我們噴少許油在石子兜上 然後把它掃均勻 好 所有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煮紅豆糕了 我們把剩下的紅豆糖水煮滾 先煮滾 煮滾之後 我們要轉小火 加入剛才我們調好多的 鷹肚粉和燉麵粉的混合物 記得要攪拌均勻 因為粉會沉底 慢慢地加入紅豆糖水裏 一開始再煮溫 一開始激就十分熟 再慢慢攪拌均勻 如果你不熟火 就會稀過激 但水煮滾 就不會失去飾 很容易把石子兜都倒進去 好 這樣就OK的了 千萬不要開火來做這個動作 否則會太稠 接著我們加入適量紅豆 多少就自己決定了 喜歡吃多一點紅豆就加多一點 然後再拌勻 我們可以放入石子兜了 接著用匙羹把它燙平 還未完成 我們還要蒸20分鐘 好 水滾之後蒸20分鐘 紅豆糕已經蒸了20分鐘 開蓋 我們要攤冷 千萬不要心急 不要用風扇吹去 也不要立即放入雪櫃 會令表面完全龜裂 我們在室溫攤冷就可以了 攤一個小時就算是暖暖的 也可以入雪櫃 但最少要攤一個小時 紅豆糕已經攤冷了 我們現在把它放入雪櫃 冷凍就可以吃了 經過了一晚之後 紅豆糕已經冷凍了 我們現在可以吸出來 然後切粒就可以吃了 然後切粒就可以吃了 還有彈性 今天的港式紅豆糕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 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